我是徐磊 《崇平惠奇圖》 就是中國古代的盜夢空間 撲樹迷靈的故事究竟是夢還是現實 像在一個迷宮裡面一樣 在中國繪畫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一個假日 我們今天選的這幅畫是叫《崇平惠奇圖》 中國的這個名字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說我們講水墨兩個字 那水是第一位的 油畫油是第一位的 所以《崇平惠奇圖》這幾個字 《崇》是這張畫的一個主題 《崇平!!!》 《崇平》在中國繪畫當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物 基本上我們看歷史上的古畫 一個重要的人後面 往往會畫上一個屏風 比如說佛教題材的 帝王題材的 高士圖 它後面都有一個大的 落地的一個大屏 說明屏是跟地位有關係的 那這張畫呢 戴高帽子的那个人物 是宗主李景那一辈 那里面有他的三弟四弟 四个人在下棋 通过下棋的这个场面 来暗示这个君主的帝王的位置 是怎么样的传承的 兄弟怎么能流之正 这么一个秩序 然后在他的后面 是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大坪 那这个屏风呢 里面还出现一个屏风 就所谓我们讲的 从屏的这个概念 从屏的概念啊 它不是一个孤立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有一张 比它稍晚的流贯道 画过一张肖下图 一个高市非常闲散的 躺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后面是有一个屏风 屏风的里面 另外有一个屏风 同样也画了它 在画面里面又出现 就是变成一个 画面里面有两个它 在这个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在活动 这个到底是出现的是 一个真实的场景 还是它做了一个梦 还是反映出我们的这个 二次元的异度空间的那种感受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 有这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关系 那就是在重屏会其图当中 屏风里面还有一个屏风 也是让我们产生这种幻觉 迷幻性 到底里面产生的场景 是这个屏风上画的一张画 还是在读这张画的时候 产生另外一个幻觉 所以它的这种关系 就像中国社的套盒一样的 一个盒里面还有一个盒 它是可以抽取的 我们也可以拿它 一个电影来说 叫盗墓空间 盗墓空间是反复有像套盒一样的 一个故事抽取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开始 所以这个里面具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你想一想看 公元十世纪的时候 中国的视觉的形象 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图像的关系 在当时普遍来说 画一个平面的二维空间当中 能画出这种三维的甚至四维的这么一个概念 是非常之了不起的 在中国绘画史面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价值 为什么说呢 中国人是讲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在看待世界万物的时候 它总会会有一个中间的立场 来综合两端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在重平或齐渡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平风当成一个中轴线 外面的世界和平中 重平里面另外一个平风出现的世界 它就形成一种对战的对偶的关系 比如说外面它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那里面更多的是女人 所以男对女它是一个对战的关系 对吧 我们再去看 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厅堂的世界 在这里面举行的这种以游戏为主的这种活动 那里面可能是一个后宫的世界 他们在照应一个老汉准备要入睡了 就是外面是一种权力的游戏 后面是一个归隐退隐的世界 又形成这种对偶的关系 所以它这个里面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是这张画里面 让人家去作为一种心理的穿梭 我的眼光一会儿在前面 一会儿看到后面 在运动当中去产生一种心理的反应 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对时间的一种引用 我们看重屏绘棋图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 当我们在穿梭的时候进入出来 它跳跃的时候 你实际上时间也参与到里面去了 所以中国绘画里面有大量的把时间参与到 平面绘画当中的一种动力 这种动力在很多作品里面都能体现 清平上合图 千里加山图 出景入壁图 都是一个大场面的一个平行的一个时间观 但是重屏绘棋图 它的珍贵在哪儿呢 它同时有这种时间的线索 但是它是纵向的 它是纵向往里面推的 它表现的不是一个时间的长度 而是一个时间的深度 就是横向我们驾轻就熟 但是你相信能够找到一种 众生的深度的这种幻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奇妙 所以为什么重屏绘棋图在中国绘画里面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它就是一军突起 现在的人看 仍然是觉得它是非常超前的一个前卫艺术 西方也有表现深度的 更多的表现的是深度的 西方我们看是油画的框 它假定这是一个窗户 我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个世界 看到了一个场景 建筑 它主要透视 画出一个深度 但是我们像看重屏绘棋图这样的绘画 它也是画深度 它的深度里面 它变成一个一重一重的这种 重重叠叠的往前推的那种变化的景观 我们注意到 在里面的屏风里面 还有一个屏风 屏风里面还有一张画 这个画是个山水画 使室内的空间推得更远 对吧 到了户外更远的世界里面 实际上这里面的穿越的线索 其实就更加深邃了 更加遥远了 所以我们就看中国的绘画里面 它不仅是一个写实的写真的这么一个世界 它其实还要在绘画当中 画出内在的心里的另外一个自我的世界 我们看原来在清宫收场里面 现在在台北公共博物院 另外还有一张画 非常小的一个侧页 叫高氏图 那这张画的特别之处在于 这个高氏啊 后面是仍然有一个屏风 然后它坐在一个榻上 这个屏风的上面挂了一个画轴 画的它的一个画像 就是我们假定这个高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 那么边上出现的这个画人的画像 那就是它的一个虚拟的 它两个互相作为镜像的在相互对视 那这张画呢 后来就到了清代宫廷 乾隆特别喜欢这张画 用不同的宫廷画家为他自己画这张像 其中包括郎诗林 他上面提了一个一排字 叫事一事二 不急不离 如可莫可 何思何律 就是他讲的就是说 我这里面有两个世界的掌握 我都想掌握 但是呢 我呢 又出于在摇摆当中 那我究竟倾向于他的思想 还倾向于他的思想 对吧 所以究竟我自己是谁 我从哪儿来 我到哪儿去 怎么样子把我一分为二 对吧 分身数 我们看重平晦气图和十一事二图 这两张画其实都是有一些一曲同工的地方 重平晦气图也是把自己做成一个真与幻之间的一种关系 屏风里面的绘画画一个他所想象的 向往的这么一个世界 或者是我作为一个帝王 我想象我要隐移 屏风上就画了这么一个后宫的世界 归隐的桃花源 跟现实的世界是一个 充满着这种进和退的关系的 是吧 这不是简单的反应 而是我们在一种 对于世界掌握的时候 一种心理的平衡 心理的综合 心理的摇摆 这样的心理 是完全是我们现代人 是更加能够体验到的这种情绪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思辨术也好 所以这张画里面体现出的这种思想 它是一个哲学的 一种人生的思想 作为一个帝王来说 它充满着进和退的这种思辨 也是有一种队友 我新做了一件作品 叫《世界的重瓶》 我实际上就是吸取了 《重瓶惠奇土》的主要的思想 和《诗一诗二》的作品当中主要的思想 把这两件事情合二为一 把这个视野更加给它扩大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平行世界当中 也看到了中国 同时也看到了波斯 印度 欧洲 日本 诸如此类的不同的文化之间的 镜像的交相的辉映 平行并致 变成一种队友 对吧 我可以把中国的驱水流伤 这样的一个故宫的流伤亭 跟米盖朗奇罗 画的一个图书馆的三本史的景象 作为一种镜像的对应 这个就是原来《诗一诗二》图里面 相互镜像的关系 也可以在一个大画面当中 画出无数的小画面 把它从平晦奇的概念放进去 然后画出它相互之间神秘的深度 又有它场面上的广度 变成一个迷宫 相互之间在观望 所以 以我的观点看 《重明晦奇图》 不仅仅是一张古代的作品 而且是一件非常现代的作品 它的作品当中 对于一种视觉迷幻的一种挑战 充满着我们现代人的思维的方式 所以它对我们今天的创作 也是非常有启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